第二小題 好,第二題你看這邊也是一樣 前面有個負一對不對 所以這邊一樣先照寫負一 好,加上剛才你說過了嘛 也把它換成那個 利用兩倍獎的公式 換成這個 把一消掉 好,所以這邊重點來了 剛才我們不是要告訴你一個公式嗎? 一一減掉兩倍的賽平方系統 還有兩倍的cos減低對不對 剛才為什麼我要用第三個公式的原因 是因為,你看喔 當前面這邊是一一的時候 我這邊就需要是出現負一 所以你可以去想喔 不好意思 你可以去想 如果前面是負一的話呢 我們當然希望後面是怎樣 出現是一對不對 好,那後面如果出現一的話就很簡單 變成什麼是 一減掉兩倍的賽平方θ 那就是兩倍的賽平方十度 ok 然後後面也是一樣照抄 就變成了 兩倍的i 賽十度 cos ok,好,那樣重新整理一下 一跟負一可以一樣消掉 對不對 然後我們可以寫快一點喔 兩個都有2 ok 然後兩個都有sin 所以把2提出去 隨便成了 負的賽十度 加上 i cos 十度 ok 這樣看到了喔 好,那當然我們希望出現的結果是什麼東西 第一個 你會發現這個地方就可以用前面的方向去算了 對不對 前面就已經出來了嘛 所以你看中前面的正負一的話 其實題目沒那麼難 就是第一個動作是把一線下掉 好,六兩倍角下掉 然後下了之後呢 你一定可以提出一些因子出來 然後你再針對後面這個部分做一個變換就好 所以一個動作也是一樣 先把sine換成什麼 換成cos 所以變成兩倍的sine十度 然後呢 負的cos80 加 iSine的 80度 ok 然後這等於 我們希望這個地方出現正了嘛 對不對 那也是這樣方可以自己畫個簡圖看一下 如果是cos的話 肯定是一二 對不起 一四向線 對不起 我要把負號下掉 所以說我希望它結果是在一二向線這邊 所以負的cos80度相當於這個位置嘛 所以怎麼辦呢 它就等於 兩倍的sine 十度 好,乘上 負的cos180其實相當這個第二向線的位置嘛 我可以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cos的幾度 80的話 正如80的話 這邊應該就是100度對不對 所以換成cos的100度 然後後面呢 如果這邊寫100度的話 表示後面也應該怎麼辦 也應該是 100度 那麼對於sine而言 一二向線我都會增 所以這邊ok沒問題 因為 我們希望後面的那個部分 是不要做變動的 對吧 ok 好,所以這個呢 其實是我要的結果 所以它就是 兩倍的sine 度乘上cos 100度 加i3100度 好 這裡看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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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